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违背立方在两国建交时所做的政治承诺 中国政府对此做出坚决回应 是完全正当必然的 目前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责任完全在立方 在国际贸易中 中国一向主张尊重世贸组织的规则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来不歧视任何国家 任何企业 因此不存在所谓经济胁迫问题 我们希望欧盟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 不要将中立之间的问题扩大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